欧洲慈濟志工这次发放的地点 是在距离西德车站 将近两个小时车程的 欧普难民营 除了带来热水冲泡 就能使用的数十面 和全新的内衣裤 还添购了一千件的奢险盆 距离在这里的难民营 有许多都是披着毛毯 甚至是穿着单薄的短袖T恤 来领取物资 年仅十岁的艾朗 是独自一员走到欧洲 衣服暖了她的身 刺激妈妈的拥抱 暖了她的心 这一路吃尽了苦头 此刻的幸福他们珍惜 由于边界关闭 他们无法再继续往前走 志工发放全新的衣物 也考量到换洗的问题 这次还特地送来洗衣机 和烘干机 我们送了有新的内衣服给他 那也有这个洗衣机跟烘干机 让他们就比较有机会 可以换洗 也减少了一些病菌 跟这个错位的发生 欧洲慈激志工到塞尔维亚发放 每一次难民的需求都不同 只要能做到的 不会让他们失望 戴新闻知识美志工 林新来 陈树薇 塞尔维亚报道